308這一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一樣把那個308的這個題目打開 那可以看到啦 目前的話它的那個相關資料總共有A到I欄 然後裡面可以看到這邊有訂單編號 流水號 客戶名稱 交易日期 品名 然後數量 成本 成品總值 交易金額等等的 這這麼多欄位 那要我們做什麼呢 基本上裡面我印象中它裡面好像有些定義名稱 所以定義名稱的話 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這邊可以看到 目前好像它已經幫我們定義好一個叫產品 產品好像不在這裡 那如果這個名稱到底指的是哪個範圍 假設不知道 你可以點一下下面這裡 它會切過來 它點過來之後好像看到這個範圍 好像這個是指的是這裡 它會虛線告訴我們 然後它不是在這個工作表 而是在另外一個叫產品價格表裡面 那它這個題目好像後面是有要把它先關閉好了 OK 它要我們建立幾個名稱之後呢 並且也把它刪掉 刪掉兩個吧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第一個的話 這個題目是說明是說 每這家公司的主管 想要針對那個訂單資料 做一個這個檢核的動作 OK 然後它想利用Excel裡面的VLUCA函數 這個做那個什麼 核對的這個資料 然後呢 並且統計每種子類的銷售數量 然後要繪製圖表 那這圖表是指母圖 OK 因為這個數量其實相當懸殊 所以它把它做成指母圓形圖 然後呢 將那個數量小的資料放在指圖 這樣的話分析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OK 大概是這樣的敘述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一題 哇 這一題其實包含的題目還蠻多的 它總共有1 然後 一題而已是不是 1 2 3 總共有3題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要做什麼 好 那首先一樣 第一個 余訂單工作表 訂單工作表哪一個 就第一個嘛 這個叫訂單工作表 OK 然後裡面的話做什麼呢 他說牽涉到一些公司的撰寫 一律使用 特別是喔 他有說一律使用範圍名稱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你即便公司結果是對的 但是不是用名稱也 不對 OK 所以特別特別小心 那首先的話呢 那個什麼 編輯範圍名稱 不可以更動原有的產品 這個產品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他原來在那個名稱觀點 他已經預設有一個了 所以這個是他已經幫我們建好了 你就不要去動它 然後他說要什麼呢 以 A1到I的51 51的話應該是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用一個方法叫做選舉範圍的頂端列 然後呢建立範圍名稱 然後不包含什麼呢 客戶名稱跟交易金額 所以也就是先全部建好之後 再把這兩個刪掉 然後呢總共會有8個範圍名稱 那這什麼意思 首先的話呢 我們定義名稱的方式 有幾個啦 好像我們前面有做過 如果你要定義一個名稱的話 你就是選 下面是範圍 上面是他的名稱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要定義的範圍 總共呢 有幾個名稱呢 A嘛 一直到I 總共有6、7、8、9個名稱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之前的方法 選範圍 然後給名稱 好像太浪費時間 所以 在那個什麼呢 公式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從選舉範圍建立有沒有 有一個叫頂端列的 這個功能的話呢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把 你想要建立的那個名稱 快速建立哦 那這什麼意思 首先第一個哦 如果你要用這個功能 請你先選A1 右邊先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 然後再向下 那這個時候 它會把A1一直選 一樣就應該是選到I的51吧 可是好像這個Ctrl Shift向下 好像它跑到很下面哦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在這裡好像不適合 它下面好像還有一些隱藏的資料 所以我們換個方法 如果假設Ctrl Shift向右向下 你跑太下面了 那我們換一個方法 就是你先點A1 然後我們按Shift鍵好了 換個方法 因為它這個下面明明沒東西 但是它往下跑哦 Shift鍵按住 這個範圍 就是I的51 好 第一個先把範圍選起來 那剛好呢 它的名稱有沒有 它的名稱剛好是 在每一個範圍的上面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用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的話 它的邏輯是 它以後會建立 總共A到I9個 它會建9個名稱 然後呢 它的名稱就是頂端列 就是上面這個名稱 所以它會建一個叫 訂單編號 然後這個名稱指的就是A2 一直到A51 就下面這個範圍 然後建第二個是流水號 它指的就是B2 一直到B51 那依此類推 所以這樣好像符合題目要的啦 所以我們就是先選取範圍之後 2 按一下公式裡面的 從選取範圍建立 那記得哦 頂端列一定要打 因為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名稱在哪裡啊 剛好就在頂端列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會發生什麼結果呢 你可以再切到 名稱管理員裡面看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哦 它會幫你建立9個名稱 有沒有 其中的話 當然第一個訂單編號 訂單編號點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訂單編號 這個名稱指的就是什麼 A2到A51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 就這個範圍 那第二個名稱叫流水號 所以流水號在哪 那指的是B2到B51 有沒有 所以哦 它等於是說 你選一個很大的範圍 它會自己去抓上面的名稱 指的是下面的範圍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9個名稱建立好了 但是它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敘述就是說 可是不要包含客戶名稱跟交易經驗 但問題我們選的時候 有沒有包含這兩個欄位呢 似乎有有沒有 客戶名稱跟什麼呢 跟那個交易經驗 在這裡 這兩個不要 所以當然 比較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你把這兩個再刪掉 所以刪除的話很簡單 選它按刪除 客戶名稱刪掉 然後要不要刪 是 確定 然後還有交易金額 交易金額在這裡 OK 把它刪除 所以也就是說它說的啦 本來有9個 然後扣掉了兩個 那就7個 所以沒錯 OK 那 原來有一個啦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這裡面應該有8個 如果你有8個的話 有沒有2468 應該沒錯 那表示是正確的 OK 所以這個OK了 所以1-A就是我剛剛這個建立的範圍 然後 後面再把這兩個刪掉 所以1-A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看1-B 它要訂單編號 這個欄位 A2-A51 1-A 使用什麼 欸 特別知道它的題目 一定要求是這個函數 Test函數 不過我發現好像很多同學 連用都沒用過 所以順便這個學一下 因為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如果不會這個函數 很多事是做不出來的 真的 這蠻重要的 OK 然後呢 他說什麼 設定訂單編號 他的那個交易日期的資訊 他說要年跟月 然後連接流 流水號 所以做出來要長這樣子 西元年 然後一槓 呃 月嘛 然後一槓 它的流水號 呃 零 所以 如果零三是要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他這邊又變成說 前面是 從日期取得 然後再串接 流水號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訂單編號 所以他要我們應該是從這邊吧 這邊的 但是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原來是民國年 他要是西元年 所以應該是顯示 如果你要在這邊顯示 應該是2012 2012對不對 然後 一槓 然後再來是 01 一槓 後面的話呢不要12 而要變034 OK 然後他絕對不是你要土法鏈 你說老師我自己打 絕對不是 如果這資料 他現在五十一個嘛 五十筆 五十筆還可以 但問題是 如果這邊有五百五千五萬個 你打到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你會用 呃 TEST函數的話 那其實這問題簡單 那怎麼樣TEST函數 一 油標先放A2嘛 上面先查入一個函數 那TEST函數顧名思義嘛 文字嘛 所以他一定是在文字類裡面 找到T開頭的 所以往下找 T嘛 OK TEST 在這裡 那 他需要給的資料呢 總共需要給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 Value 就是他的資料 第二的話 就是FormatTEST 那什麼叫FormatTEST 其實指的就是 按右鍵出成格式有沒有 按右鍵出成格式裡面呢 你只要自訂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 這個叫做 他的Format 他的格式 所以呢 如果假設呢 你今天希望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他本來是 民國年嘛 101對不對 那假如說你要把 這一邊這個有沒有 改格式 改成西元年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在這邊改成四個Y就可以了 YYYY有沒有 然後你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是不是就變成什麼 2012 1-01 有沒有 然後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取得只有 月跟日的話 誒 看一下題目有沒有特別 有沒有提示 他好像沒提示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就是如果我要 前兩個我可以把它感受一下 因為我把它 我們直接來這邊做 插入函數 然後用剛剛提的那個 TEST函數 然後我只要給他 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交易日期 第二個參數的話 記得喔 以後只要你看到參數的名稱 有這個關鍵叫TEST 它一定是文字 文字 請記得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如果沒有加雙引號 將來這個 參數會是有問題的 一定要是文字喔 那文字一定要是前後要加雙引號 那裡面的話呢 就把剛剛的規則給他 你要什麼結果啊 我要針對這個交易日期裡面 幫我變成年跟月 然後後面加一槓 我就把流水號串在後面就好了 所以我就是 年的話是YYYY 因為它西元年 然後我要一槓 一槓的話就一個減號 然後在月的話記得是MM MM的話呢 如果你說老師那我一個M會得到什麼 一個M的話呢 就是各位數字喔 它不會補0 OK 也就是說1月它就1 可是但是你說老師 我要想要顯示成01 02這樣的話呢 那你要記得喔 就是打兩個M 好 然後再一個減號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不用滴滴啦 日的話 因為我們在這邊呢 只需要年跟月 然後後面再串流水號就好 所以其實打到這裡 就OK了 你把它按確定 好 試試看喔 這個是它的格式 format text 就是格式化的語言 是長這樣 把這個資料帶過來喔 幫我輸出成這樣子 西元年一槓 月一槓 OK 按確定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後面還要再補上流水號 所以我們在 這個公式的尾巴 加上一個end 怎麼了 把流水號串過來 但特別注意喔 以前的做法你會點流水號嘛 對不對喔 然後當然你打勾看是不是流水號 欸對 034 沒錯 可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喔 如果你剛剛做的這個公式喔 假如你是用b2的這個敘述的話 那沒有分數 為什麼 因為題目有特別特別講到有沒有 他這邊有說喔 請幫我用什麼 如果 這邊有喔 於這邊啊 牽涉到公式的撰寫 一律使用範圍名稱 那什麼叫範圍名稱喔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定義一個叫流水號對不對 所以以後指這一欄的資料喔 就叫流水號 所以喔 你不能用b2喔 那怎麼辦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 就是 順便記一個快速鍵的F3 F3的話呢 他會呼叫你剛剛那些名稱出來 那其中有一個 欄位名稱 叫做流水號 有沒有 然後他會幫你找到 喔 你要找的是這一欄喔 就是b欄這一欄的資料 那我給他之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喔 記得喔 不要用b2喔 可能要改個習慣 要 然後記得快速鍵就F3 然後呢 用選的 選那一欄 這樣的話 帶過來才會正確喔 哇 這一題其實 看公式問題 對 但問題是 你沒有名稱也不對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打勾啦 試一下 應該沒問題 好 記得喔 這個叫流水號 用名稱才對 好 那一樣喔 然後下方的話就直接點兩下打 直接 向下填滿 就 訂單 完成了 OK 那另外的話 那個什麼 定義名稱有個優點 就是你不用像之前喔 還要做什麼 錢有沒有 加個錢的符號之類 喔 定義名稱不用加錢的符號 它直接就指向那個範圍了 所以好處就不用錢的符號 所以這個可能要習慣一下 因為這個我想應該很多人 也許第一次用吧 就 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好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有兩個 應該對很多同學來說 應該都 都是很少用的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 Test函數 然後把這個資料給他 對喔 還有一個 D2 D2是什麼 交易日期 所以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錯誤 D2 明明就是D欄 所以你不能用D2怎麼辦 這個D2喔 記得把它delete掉 然後改成什麼呢 F3 用什麼呢 交 這個叫什麼 交易日期 也就以後啦 這些的資料 你都不能用 那個 它的儲存格 而要 用那個名稱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不然的話 你做那麼辛苦 最後沒分喔 打購一下 記得向下填滿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結果的話就是 Test 然後從交易日期那個欄位 然後呢 給它格式語言 就是 西元年 然後1-m 然後 mm 然後1-流水號 打勾 結果OK 好 訂單編號部分 所以 一支A 這一題 然後再來的話 待會我們來一支 一支 剛剛是一支B 所以得到結果 再來一支C 所以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那個 成本欄位 這個的話 就是要用VLUKA的數 做查詢 試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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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